哈囉各位觀眾 歡迎來到我的美麗新世界 沒錯 我們今天RG要實況我們的工業爽光 我們今天就來開始做我們之前想說的超級大爐子 然後順便來更新一下我們一些 下面網友留言說的 把那些的晶片回收 我們來養一批新老鼠吧的這件事情 我會想要先來把我們的釣魚鼠給重新整理一下好不好 我們的釣魚鼠好像有三隻嘛 然後三隻都已經全部擋掉 然後我也沒辦法救他們 那就讓他們去放風吧 讓他們去享受人生吧 也許更新了一個 你還是想要當我的寵物 可是我已經有了 我有小沛 其他的什麼都無所謂 好 那麼我們就來打造我們的超大爐子吧 我們的嘿小沛 我怎麼會 對齁你其實跟外面的豬長得一樣的 也許所有的豬都可以叫小沛 也許 欸對啊 總覺得變好貼切喔 好棒喔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老鼠是不是有長大 欸有耶 有變四隻 一二三 然後可是這兩隻是不是一直在生啊 對啊 他們腳中間一直永遠都會有那個耶 小小的那個 他們的 對啊 就是他們的小孩 一直都會有耶 所以說你們會 一直生一直生 哇 好 既然我們要來做我們的大鍋爐呢 首先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材料 我們還要再另外獲得 那就是我們的野火核心 這個核心拿來做鍋爐 你們不要看那個名字好像很專業 你們就把它當做是一個 爐啊 鍋子 大鍋子就好 你們就把它當大鍋子 就這麼簡單 所以呢這個中間那個核心 大鍋子要有一個核心就是需要這些材料 那材料已經都已經準備好在這個上面啦 我已經準備好要發射它 但是因為我還不太知道 它這個核心總共需要多少能量喔 所以我就先把最低最低的分量丟進去了 然後再來就是等待充電 也許現在就可以進行發射 我們來試一炮 我們來試一炮看看嘛 有了有了有了 喔成品出來了 應該是失敗啦 銀物差13 鐵物差13 銀物差14 好那我知道了 好接下來就是我們組裝的時候啦 我們要做大鍋爐的話呢 我們需要用到這三個材料 就是鍋子本身的一些配件 我們就需要用到催化室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是用銀礦來做就可以了 然後再加上我們上次有做過的超大水晶 就這樣一個 然後再次燃燒室 也是要用銅 然後再加上一顆超大水晶 這麼簡單 高就這個是高溫的就是大鍋爐 我們本身也已經做好了 炎火核心 再加上一些基本的礦物 你也就可以做出來了 那最後就是這個叫做儲存裝置 這個是我們用來儲存能量用的 我們之前不是能量儲存的東西都超小的嘛 就只有這樣對不對 就小小的一個根本就 喔 裝不了多少 所以我們這次就要用這個來裝 這個可以裝很多的能量 我們就可以把它做成一個超級漂亮的 大水晶 然後我們可以把能量儲存在裡面 這樣子的話 我們再往後升級裝備啊 什麼的 就基本上不愁吃穿了 好 那麼我們就開始把它擺出來了吧 這個要怎麼擺呢 很簡單啊 你就只需要 阿捏 然後 阿捏 有沒有 這兩個 兩個放上去之後 中間會有一個凸凸的 喔喔 這不知道什麼東西的 有沒有 你就把這個 中間加上去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這就是我們的大鍋爐 對 那我們的這個超大水晶呢 它其實擺出來蠻好看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擺出來會像這樣 有沒有 會有一個嗡嗡聲 然後你們看 這個中間有個水晶 這就是我們 整個家裡面最重要的 類似搭型儲存電池 就是 如果說 呃 你剛好電池也很多的話 也許你朋友會來你家借電池 之類的 呵呵 好 那我們就把它裝上去吧 OK 我們的大鍋爐正式完成 它大概就是 賞的像這樣子 那上面是什麼呢 我把那個什麼 超大水晶 放在 呃 我們的上面這邊 所以我這邊刻意蓋了一個 這樣子可以打開的地方 對 然後因為有怪物說要小心一點 你們看 大鍋爐在上面 然後 欸 等一下 這怎麼那麼難用啊 這 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 下面這個地方 我們要怎麼樣把我們的東西 給放進去呢 啊 再來就是我們用漏斗的時間啦 好 那麼我們就把能量的漏斗 呢 放在這個機器的下面 像這樣 Shift 右鍵 左邊 右邊 一個來一個 那中間 也需要 因為我們需要 塞東西進去裡面燒嘛 我們就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就把這 三個地方 就把它分別圍起來 會稍微好看一點 忘了做一件事情 我來跟大家介紹兩個新東西 第一個東西呢 叫做超級大喇叭 它其實長得有點像 我們上次介紹過的那個 虛空吸取器 那這個東西本身就可以吸東西嘛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拿來吸能量用的 一個是物品 一個是能量 就這麼簡單 金色的就是能量 那這個跟這個原本的接收器有什麼差 它的洞比較大 所以可以吃比較多 就是這個意思而已 那我們就做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來讓我們的水晶可以吸收能量 那下面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用比較進階一點的發射器 我記得有一個比較進階的發射器 它再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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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哦不是 這是舊 這是比較簡單版是不是 哦在這裡 它叫做灰燼能量噴發器 有點像是 火山的頭部那個 那個砰的感覺 就是它能量噴出去會比較多 你只需要用到原本的發射器 再加上一個黎明石板 加鐵叮 就可以升級成這個 其實沒有了 那我們就裝在 這邊好了 這個很像一個鐘耶 妳有沒有覺得 有點像那個敲鐘的那種感覺 好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鐵匠錘稍微給它敲一下 然後另外一邊也給它敲一下 好痛 這樣就好了 我們就可以準備燒能量了 我再準備兩組 來 給你吃 看一下要倒多少 好多喔 再來就是要怎麼示範一下 怎麼啟動我們的鍋爐呢 很簡單 材料丟進去就好 最主要的這個大鍋爐中間 我們就放上我們的灰燼晶體 那左邊這邊 你誰啊 你是催化室喔 催化室應該就是放烈焰粉吧 其實這兩邊我都會搞錯 到底要放哪一邊喔 這個是什麼 這是燃燒劑 燃燒劑就烈焰粉吧 燃燒嘛 就烈焰粉 那另外一邊我們就放 銀石粉 這樣有成功嗎 欸有欸 有了有了有了 它在燒了它在燒了它在燒了 啊 能量有傳遞出去嗎 有有有 這邊在發生能量了 然後 有了大喇叭在吸了 只是它發生能量是有點像曲線這樣 啾嗚 有沒有 OK 整體來講 這就是為什麼我上一集 要這麼拼命的去製造我們的 那個烈焰感的那個刷怪場 這就是目的啊 因為這個用這個爐子呢 製造出來的那個叫什麼 製造出來的鍋爐倍率好像會比較高一點 對 那好像還是 好像還可以再裝一點 就是篩一些其他東西 好像是篩水還是篩什麼 它的倍率可以再更高更高 好 再來就是我們來把三隻 欸 小沛 你怎麼一直在看外面 你渴望自由 我跟你講外面的世界很可怕 你乾脆待在這裡比較好 我是真的 建議你 不要出去外面的世界 跟小白一樣宅在家裡不好嗎 你越窄你越 欸 又又是 又是小硬幣 你為什麼會一直生小硬幣啊 老鼠殺敵時會掉小硬幣 不對啊 你上次已經莫名其妙生出一個小硬幣了 可是 你這附近又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你砍 你為什麼會一直掉小硬幣 你在 你這樣讓我好可怕喔 你殺的是鬼還是人啊 你還是你殺了你的同伴 不太可能啊 欸 啊白生那一隻咧 哈囉 我記得白生那隻跟這隻重疊嗎 對對對 這兩隻睡覺 還有小孩吧 小孩沒了欸 小孩長大了 喔 在旁邊 那你們還會再生嗎 可以再生啊沒關係啊 多生一點 陪 陪我 可是 對啊 他的條件是要殺敵才可以掉 為什麼你會掉啊 好怪喔 你到底是殺了什麼啊 還是你自己會 自己生啊 那也太厲害了吧 OK 那我們來回收一下我們的 釣魚鼠的晶片吧 這三隻老鼠不知道已經 給我跑到哪裡去了 首先是你 然後 坐下 好 一個釣魚晶片回收 那還有另外兩隻 喔喔 超美的啦 我經過每次都要好好的 就是 欣慰的看一下 覺得自己的作品好棒棒 你的帽子 你已經被 Fy了所以 欸他連吃東西都 喔有了有聲音了 我想說奇怪聲音沒跟上 還有一隻 牛奶鼠也當掉了吧 牛奶鼠我們先 因為我現在還沒 我應該沒那麼多老鼠 所以我們現在等一下 我還有一隻釣魚鼠 在 哪裡 應該有三隻 但是我不知道第三隻 給我跑到哪裡去 臭老鼠 整天只會跑 我的大魚不夠好嗎 我覺得我 和愛可親 長得又不是難看到哪裡去 為什麼不幫我工作咧 呵呵呵呵 我最親愛的釣魚叔 我也要把你緩掉 他是有聽到還是怎樣 不然他怎麼會突然消失個無影無蹤 我再 欸我去下面的水池邊再找找看好了 怎麼好像釣魚叔少一隻 還是他真的給我遠洋國度了去拍那個什麼鼠年拍是不是 喔你在這裡喔 欸你身上的已經被 這是我拆掉的嗎 好像是我拆掉的 所以其實釣魚鼠已經被我拆掉一個回家了嗎 不對啊 完全沒有道理啊 啊不然 不然 我不管他 我們不然我們就再做一個 就再做一個晶片就好了 出來吧 喔 兩隻 等等等等 不要跑進去 等一下被烤焦 我告訴你 這樣子有兩隻 我在 欸 欸 我可以再釋放嗎 等等等等 你們兩個不要動啦 為什麼這隻老鼠這麼喜歡到鍋子裡面來 坐下 然後我還要再 釋放一隻 坐下 我等一下把它抓出來 OK好 欸欸欸不要動不要動 你們三隻 你們很奇怪欸 你們怎麼都喜歡待在爐子旁邊啊 你們真的是 不怕被火燒嗎 有了你看他們又生小孩了 所以他們其實 這兩隻疊在一起 就可以讓他們一直生沒關係啦 我們就 放著讓他們自己生吧 那我就抓這三隻新的來去 當我的新的釣魚鼠 那其他的 我就 慢慢的把它更新過來啊 我覺得 這些老鼠就這樣 然後 應該中文店會把那些老鼠 全部回收起來 不然會怪怪的 什麼聲音啊 是有東西要噴我 但是沒噴到 爛技術 OK 你們三 好可愛喔 你們剛好這三個放在一起 一個 兩個 三個 兩個男生 一個女生 嗯 你們最好討論一下 哈哈哈哈 好啦旁邊這個也是一個女生 他叫當調的女生 好不好 我們現在來幫你 設定一下你們的工作區域喔 來設定你放 純肉放這邊 然後你放這邊 然後你放 這邊 工作範圍也設定一下 免得你們跑太遠 那你 工作的 好大喔 工作範圍在這裡 重新reset一下 OKOKOK 其實我這樣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看起來是有多大 因為 好吧好像有點太大了 也可以啦 反正不要不要不要超過就好 然後這個就有點太大 我們一樣 我本來是設定六嗎 那就 八 九 OK 九 會不會OK 九可以九可以 然後你也是在這邊 九 reset一下 好你們的工作大小就這樣 你們就可以開始做 採收了 那我們來 啟動一下吧 希望你們應該都正常吧 OK 採收 OK OK 三隻目前都正常的運作中 雖然他們個別揮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像這個在木頭上揮也可以釣到魚 真的是太厲害了 肯定是七級以上的超級 超級釣魚手 OK 欸你們這樣真的很像在做什麼 召喚的動作 動作 你們這三隻 你們可以再靠近一點 然後如果多一點的話大家也會 就變成魔幻舞台了好不好 你們可以召喚出你們的 鼠 鼠女王 大鼠女王 來跟你們說嗨什麼的 好啦 那麼就是這樣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午再見 我真的好 穿這個好胖喔 掰掰 我們來看看 大家分享 大股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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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